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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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 从这个判决来看 其实裁判用VAR是合理的 这就是李学腾当时他的一个动作 他的手势拍到了金星道德莲 但是我 也请教了一些专业的裁判 他们说这个动作在边线 是属于可判可不判的一个范围 那么 结合这个韩国裁判整场比赛的尺度 他这个球不判其实也是合理的 我时候也看了一些山东方面的媒体 或者说球迷的看法 他们觉得这个球有争议 但是不影响这个比赛的结果 他们也觉得恒大在进攻 在外人的水平 在国内球员的发挥上要比主队更受一筹 所以 我也非常欣赏山东媒体 或者说山东球迷的大度 他们也认可这场比赛 恒大包会是赢球关键的因素